除了可以用什麼 剛剛這個counterif來做之外 黑名單的選舉 記得你可以優標放這邊 ctrl shift ctrl是方向 shift是選舉 再加上向下 這樣子它就全部整個選起來了 如果是大範圍 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那就一次就整個把範圍選起來 這招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然後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子的上面有個欄位名稱 所以它自動會把這個欄位名稱加到名稱裡面 並且把下面當成是一個範圍 如果你要取用它的話 記得喔 以後的話 記得就是說 在這邊請你按一下什麼 這個黑名單怎麼來的 按F3 有沒有 所以你會有很多很多範圍 然後以後F3點兩下 F3點兩下就好了 尤其是常常會用到的那些範圍 你就可以把它建一個名稱就好了 以後按F3就通通搞定了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名稱很多個吧 那這個我蠻常用的啦 我推薦給各位 如果你有那個很大量範圍的話 需要這樣用 有點像資料庫啦 OK 那如果你F3之後把它點兩下 就可以找到了 那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件事 因為剛剛畢竟還沒有自動化 畢竟還要先做什麼 先建名稱 然後下條件 然後再排序 然後再call過去 可是喔 如果你希望更自動的話 最好是一件完成 一件完成就怎樣 按下去 自動幫你跑完 而且我這邊還多加了一個 因為可能會跑很久 所以我會希望多增加一個計時器 比如說到底跑了多久 比如我常常會加一個計時器 比較多種的寫法 哪一種寫法 是最快的 最有效率的 那這邊有加一個計時器 第一個 第二個我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進度 進度的話在下方有沒有 總比數 然後呢 因為如果使用者在跑的時候 他不知道說奇怪是當掉還是怎樣 他就會一直想要亂按對不對 所以如果下方有個進度表的話 他會至少有個心理準備 所以按下這個 點擊他有沒有 下方是會有個 有沒有看到 目前進度 因為我只有用1000筆 因為5000多筆太久了 我就把它改成1000筆好了 那耗時4秒鐘按確定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些像這個進度啦 還有那個計時器啊 都不是主要的 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最後的這個東西查出來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先把它清空 我如果今天按下它 它可以怎樣 自動幫我跑 而且呢 欸 找到的摳過來 找到摳過來 這個時候該怎麼做喔 不過這一題 可能比較有一點點困難點 就是說 因為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喔 可能你們還要再多學一個 工作表的物件名稱 因為初春格叫Sales嘛 然後範圍是Range 工作表叫什麼 叫Shits 很簡單啦 或者有書裡面是直接寫 叫Worksits 那也有叫Shits 結果後來比較一下 兩個結果是一樣的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後來我就用Shits就好了 因為可以拼字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後來你記就記那個Shits就好了 OK 那Shits裡面的話 怎麼表示哪一個工作表 你可以用數字 它是第一個 它是第三個 或者可以給名稱 名稱的話就是給雙引號 放進去 查詢名稱跟查詢結果 但是因為這一題喔 我覺得用數字可能簡單一點點 所以我的寫法是這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大概解釋一下一些重點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這邊第一行是一個計時器 Timer指的是什麼 時間 放在哪裡 上在Start 然後Finish結束的話 再去抓一次Timer 就是說 有點像是先抓開始的時間 抓結束的時間 那最後的話耗時多久 就是把什麼 結束的時間 減掉開始的時間 就會有一個總耗時的秒數了 再把它顯示出來 用什麼 MSG BOS 就跳出來那個東西 好 不過中間這一段才是重點 上面跟下面的 其實是讓你感覺知道說 跑的時間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 把比對的東西可以找到 第一個 也是跑一個迴圈 For I 那特別注意喔 我們是針對什麼 查詢的名單 有沒有 這個名單裡面 去做什麼 做比對 所以以它為主 所以第一個 那我 這個地方 i等於2到x x因為這個地方 後面寫得很長 所以我把它寫在上面 也是一樣 不過你會發現 跟前面的不一樣 點在哪裡 前面加一個什麼 序詞1 點 什麼呢 range a2 最下面的那一列 那你想說 為什麼要加一個序詞1呢 因為我們有三個工作表 如果你沒有指定哪一個工作表 它會不知道是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取得是一個x 就是最下面那一列 那這個地方的話 範圍做出來了 那nest在這裡 那要做什麼呢 做 把這個地方的b欄 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cont 這個公式啊 有沒有 實際上是怎麼來的呢 是 把 這個地方 有沒有 本來是這樣 你把這個中間放個什麼 這個call過來 並且把它的2 這個地方 改成什麼 改成iv 就好了 那本來這個地方 原來是什麼 就是sales 逼欄 那因為我要 有多欄 多個工作表 所以這邊的話 再多一個什麼 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邊的話呢 實際上是 篩一個 公式 再逼欄 再來的話就判斷 如果逼欄裡面 裡面的值怎麼樣 大於等於1的話 表示什麼 找到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有 黑名單裡面的 那其實這邊當然 你可以用等於1啦 不過為了保險起見 可能會不會有重複的啦 或者是說可能它是不是 多放了一些 那可能有大於 也可能有2啊 出現兩個也算黑名單啊 對不對 所以會用大於等於1 then 把查到的什麼東西呢 E沒有信箱 E沒有信箱在哪裡呢 在這裡 對 假設這個找到了 它放在的是第一個工作表 call到第三個工作表 特別是喔 要放 要這樣寫 第三個call過來 查詢結果 可是問題查詢結果裡面 會有個問題 那我call到第幾列 第二列嘛對不對 可是我 再下一次 第幾列 如果還是第二列 那不就把資料蓋過去 所以這裡面的話 不能寫2 所以這裡我多一個k 這個k的話 它上面一定要有個初始值 初始值意思就是說 我剛開始要放在第幾列 等到我第一次初始值用掉之後的話 底下要多一個什麼 k等於k加1 為什麼要k加1 因為如果我不k加1的話 它就永遠停在第二列 再來一次又把它蓋過去 那不對啊 所以怎麼樣 k等於k加1變成2 然後找到了這個 再一個之後 下一個的話就是 加1變成第三 就是結果的話 就會放在第三 第四有沒有 又找到 又第四 第五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是初始值 指的是查詢結果 要放的第一個位置 這個地方的話是 找到之後 要再讓它加1 就是往下寫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全部跑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的結果 放在這邊來了 那 中間這邊有多一行 這個叫application 點 status bar 這什麼呢 其實指的就是下面這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叫做status bar 由誰去管的呢 由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e sale e sale 這一個裡面有個status bar 裡面 總比數 總比數就是x 那為什麼要減1呢 因為 第一列是標題 不能算一筆 ok 所以要扣掉 目前進度的話呢 實際上 有沒有 我剛剛下面不是有出現什麼 i i也要減1 為什麼 因為我從2開始 那第一筆不是2啊 是1才對 所以要把它減1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ok 所以實際上 關鍵應該就是這個啦 就是怎麼樣 剛剛也學過 不過這一題可能比較難一點的就是 可能你慢慢習慣了 這個shits 第一個 這邊是第三個 也就是哪一個call out 因為這個已經跨了工作表了 不過沒有辦法啦 往後你們會遇到的問題 一定都不是只有一個工作表 一定都是大量的很多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要跨工作表的話 你要慢慢習慣 你可以給數字 或者你可以給名稱 那因為這一題喔 為了減變啦 我用那個數字來代替 找到 幫我call out第三個 而且產生k 特別說k等於2 在底下k加1 大概應該可以懂意思啦 只是說 如果你們要自己寫出來的話 可能應該比較困難 但是至少怎麼樣呢 可以剛開始可以參考別人的啦 好 反正 最好是這樣的就是 比如你看完了 跑完了沒有問題對不對 你把它刪掉 看有沒有辦法重寫 好 比如說做完了ok了對不對 然後你又怎樣呢 就是中間這一段怎麼樣 delete掉 然後呢 自己再打一遍 ok ok 如果你也可以打得出來的話 那 真的恭喜你了 表示你應該 已經有點程度了 ok 所以 這個當然也 也是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打出來的 不過我是利用什麼 我不是一次打完嗎 我是漸進的 我先推敲 不要查的東西在這裡 所以我會先k我 也許最後再放的 我是先打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然後再來推敲 推敲 ok 最後需要一個k 我就在上面補一個初始值 然後再加1 這樣慢慢出來的 好 這是第一段程式 第二段的話 那又更難了 這個 知道有這個東西啦 那 後面有機會再來講 ok 這個是 就是查詢黑名單 把函數 放在什麼呢 放在這個裡面 產生結果之後的話 自動幫我call過來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VBA程式 這個稍微有點難度啦 稍微說明一下